雷拼在2020年發行首張韓語正規專輯後 在無團體活動 去年成員Rose與Lisa先後發行solo專輯 技術投入韓劇雪漿花拍攝 Jenny也被拍到跟Rose飛往洛杉磯 迷回當地歌手 公司雖然證實是為了製作音樂 但遲遲沒有作品推出 直接成為都市傳說 超過一年未回歸 也是他們最長的一次空白期 粉絲都在社群平台發起 要求YG娛樂趕緊讓他們重回舞台 而所屬YG旗下子公司的Somi 二日在公司直播時意外發生了一件小差距 她邊直播邊打開一扇門後 竟然傳來了Jenny的歌聲 Somi當場驚呼一聲並把門關上 對著鏡頭待著的表情更是耐人尋味 而不光是Somi的直播 連粉絲二度上傳的片段也遭到YG刪除 因為涉及的歌曲是Blackpink的新歌版權為YG所有 不過比起Somi的驚慌 粉絲們對她則是一片感謝 終於是有點要回歸的實感啦